字幕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那我們剛講到呢 所以我們的牛頓電定律把它改成的 這就是我們最一般的形式了 好 那有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 我們來看有一個這個斷面題 來 科文問說 其實這是一張什麼呢 是一個PT圖 P就是我們的動量 P就是我們的時間 那在一張圖上呢 我們有四個線段 1 2 3 4 好 那他問一個問題啊 首先這四個線段中 哪一個區域 他的 不是哪一個區 他的這個力的量值呢 他只想量值不管方式 不管正度 請問一下力的量值 他只要怎麼去排列 這1 2 3 4啊 力哪 由大排到小的怎麼排 由大怎麼排 因為我們的力是什麼 底P底T對不對 什麼叫底P底T 就是求線段的什麼 斜率嘛 好 所以1 2 3 4裡頭 哪個案的力最大 看起來哪個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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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想量值 不管這負號喔 1最大嘛 對不對 誰第二大 3 誰第三大 2跟4是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 你請問哪個區域 例子的速度會減慢 哪個區域 哪個區域 3 問什麼是3 斜率是負的 所以它有一個負的力對不對 會減慢它的速度 所以 區域3 好 OK 那我們繼續 所以我們說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堆粒子 假設有一堆粒子的話 那我們的總動量 就可以寫成大M 然後呢 VCOM 這個大M是所有粒子的質量總的 VCOM就是我們的執行速度 所以我們總動量 momenta 就注意到這個 負數 這個是tm 不是momentance 是momenta 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動量呢 就是這一堆粒子的總值 大P等於大M 就是總值量乘上 子行速度 好 OK 所以呢 這個如果我們今天知道這個力呢 可以寫這個比P比T的話 那 假設呢 今天沒有外力的狀況下 我的動量就不會發生改變喔 所以其實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反過來寫 所以呢 比P 你看看這個式子 所以比P 我們可以反過來寫喔 等於F比T 對不對 如果 F等於0的話 對不對 不管你過了多久的時間 你F就等於0嘛 對不對 所以沒有外力的作用下呢 我的動量就不會發生變化 所以其實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動量 熟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喔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collection跟impulse collection就是所謂的碰撞 impulse呢 就是衝量 衝量 好 這是碰撞 起初正 碰撞 起初正 碰撞 那impulse能衝量喔 衝情的衝量 好 那碰撞跟充量有什麼關係呢 充量呢 等一下你會看到 這個充量很像什麼 跟動量很像 可是呢 它連單位都一模一樣 它意義是不太一樣的 就跟我們講說什麼 做功跟立舉的單位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還沒講 做功跟立舉 單位是一模一樣 可是它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充量呢 倒是沒有不一樣到那麼多 但是它基本上意義還是不同 那collect是所謂的碰撞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個 要講些什麼東西呢 好 首先第一個 當我們在發生碰撞的時候 那粒子的它的這個動量呢 會發生改變 那我們定義的東西叫做impulse 就所謂的充量 我們通常用j來表示 j可以寫成什麼呢 f of t 領 t 去積分 從ti 進到tf 歷程上時間的積分 好 那我剛剛不是寫這個式子嗎 你p 等於f 領 t 所以呢 假設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結果會怎麼樣 如果去積分底p 就可以寫成f 領 t 那底p的積分會等於什麼 底p的積分 底p的積分其實是什麼 1乘上一個東西叫p 對不對 所以呢 把它基數來變成什麼 會變成p嘛 你要把底p當成一個變數 變數的積分 它前面的係數是1 所以就變數在自己來了 好 所以你會好像會得到p等於f 領 t 可是這裡又另一個叫做j啊 有沒有 這裡又另一個叫做j 等於這樣子 等於一樣的東西 那到底兩個差別在什麼地方 啊 到底兩個差別在什麼地方 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對不對 對不對 怎麼樣 什麼問題 點p 好 我們先從簡單來講 這個幾分不懂對不對 這樣的幾分會變成什麼 知道嗎 蛤 1 這個東西的積分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只有1乘上比x 什麼叫做1 1就是x0次方比x 所以它的積分會是什麼 1加0分之1 x0加1 所以會等於x 所以比x的積分變成這個東西 好 那比p的積分呢 P此類推 比p的積分 你可以想像有一個1乘上比p 可以想像成p的0次方比p 先把相當拿掉好了 先不要想那麼 所以它的積分是1加0分之1p的0加1 就等於p 這樣可以嗎 你不用管這個p裡頭是什麼東西 就跟你剛剛不用管x裡頭是什麼東西 的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另一個東西 這一叫做充量 充量 充量可以寫成f.t的積分 好 那事實上呢 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跟動量變化量是一樣 碰撞的期間 我的動量變化量就是我的z 動量變化量 它強調的是什麼 變化值 而不是那個當下的值 這樣了解嗎 比如說我們說我們開車的速度 時速順時的時速是每秒鐘2公尺好了 跟我現在這一刻時速是每秒鐘2公尺 跟下一個時速是4公尺 兩者的差距是不是也是每秒鐘2公尺 差距是2公尺跟你用2公尺的速度在開 其實兩個不理一不一樣嘛 對不對 一個是差值 一個是你當下的狀況 所以雖然這兩個單位是一樣的 充量的單位跟動量的單位是一樣的 可是充量主要表達的是 Δ都不是p 分得清楚它的差別嗎 所以充量的概念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時速開100 你不會怎麼樣嘛 對不對 你被時速開100的人撞到會死掉嘛 了解嗎 所以本來的動量就是時速一 你質量身上你的時速100就是你的動量嘛 對不對 如果你站在那邊不動 被一個時速開100的人撞到了 那你就有發生動量變化嘛 對不對 你就會受傷啊 甚至被撞死了對不對 所以動量變化量就是我們的充量 了解意思嗎 差距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 一個課本這張圖 其實課本這張圖這樣說會比較清楚一點 你看現在要幹一件事情喔 好 這樣這張圖 因為我們說我們的利亞 來在這裡 z 等於 f 等於 t 我們講量值就好了 先說講方向 所以今天呢 我們來看看 我來畫一個畫質當圖了 第一種情況是 我這個值比較低 從這裡到這裡 這整個的面積就是一個z 就是ti 就是tf 我今天呢 今天我的施力 我的動量改變量是這樣子 一開始沒有 然後現在有一個z段的 這樣一個變化量 然後這時候你就不見了 所以整個z起來的z 就是這塊面積 好 第二種情況是什麼呢 第二種情況是 好 我這個時間再短一點點喔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今天我們的z 這兩塊面積是一樣的喔 所以是ti2好了 ti1 tf1 tf2 面積都是一樣的喔 我畫得有點不太好 轉一點應該看起來比較像的一樣喔 好 這個 好 這個 那第三個例子呢 我把它變成這樣子 Ti2 tf2 這三者都是相同的 動量變化量 具有相同的充量 那充量都一樣 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在 你把這個 這個喔 看這個是什麼 把它轉過去 把它除過去的話 我的f就等於 Δtj 所以表示怎麼樣 同樣的充量變化 你的時間越短 地質收到的力就越大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充量要表達是這件事情啦 充量要表達這件事情 所以呢喔 這個也是你們的習題啦 先講喔 他說喔 有一個這個閃兵啦 閃兵啦 這個不幸他的這個閃打不開了 這好像前兩年有發生這件事情 馬上在演習的時候 是去年還是前年是不是 有個演習嘛 但是它閃就沒有打開嘛 對不對 它就掉下來了 結果這個 這也是一個真實的例子喔 這是美國的啦 這個閃沒有打開 所以它掉到這個雪裡頭了 Snow 對不對 下雪的地方 所以它只受了一點輕傷 好 假設它如果在一個 裸露的地面的時候呢 那它這個 讓它停下來這個時間啦 就會比原來落在雪裡頭的多了十倍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要問說這個 這個閃兵呢 它所受到的什麼呢 它所受到的這個 第一個喔 動量改變量 在落在雪裡的 跟落在裸露地面的 動量改變量 會怎麼樣 會一樣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 動量改變量呢 動量改變量 應該要一樣嗎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他們 他們 他們所 受到的充量 又不一樣 他們的充量 又不一樣 充量 剛剛講動量改變量嘛 第二小問題 充量呢 一樣還是不一樣 充量 充量 也是動量改變量的 應該是一樣的啊 第三個 受到的利益不一樣 顯然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你跳到棉包 跟跳到地面是不同的嘛 對不對 對吧 好 所以呢 兩個 兩個 一樣一樣啊 一個是怎麼樣 釣到雪 他其實在他講釣到雪 有是比較 受益比較輕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再來看 所以這是一個概念 這是一個概念 先看影片好了 那充量 有什麼用處 知道嗎 充量有什麼用處 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很古老了 你們有聽過一個叫李小龍嗎 有聽過嗎 聽過這個人嗎 對不對 你們有聽過可能是因為 你們有看過葉問的電影 對不對 今天不知道哪一集 最後的就是李小龍這個人啊 好 那李小龍這個人呢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因為他學 他之前拜師這個 這個葉問對不對 所以會用永春拳嘛 對不對 那知道永春拳長什麼樣子嗎 看過嗎 知道嗎 永春拳他的出拳速度快 然後他的距離很短對不對 對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李小龍這個 叫做這個寸拳 來看一下 這叫做6-inch punch 就是說我這個出拳的路徑只有多少6吋 然後這個人呢就退後了什麼 汙密 好 好 第二段他是 在講什麼事情呢 你看 這個人要防禦他的攻擊對不對 結果 他看到他空間手已經開不及了 就是萬一去胖 就是說 你看他手 他只動了多少一個inch 好 好這當然就是他們在這個比賽 很厲害了 國際空派大會 26歲的ブルースが披露したG群堂 多くをつけて 相手を本気地 投げ 搭 搭 投げ 當時武術大會 決められた方法 直接突起や蹴り等 を身体に当てなかった時代に ブルースは何でもありを打ち出し 武術界に衝撃を与えました 才能力 為什麼沒有連紅刀 再仔細看這個 為什麼給你們看這個呢 為什麼給你們看這個 這跟衝量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你們在練武功的時候 一個人你再怎麼練 你出拳 你的拳頭有多重 什麼叫攻擊 就是什麼 你一個拳頭打出去對不對 你當然打出去的時候 出拳的時候 你的拳頭有質量對不對 打到人的時候 因為拳頭受到阻力 然後你的動量就不見了對不對 那你就怎麼練 人總是有限啊 所以你的 我們第一個當然你練肌肉 是把你的這個衝量 練大 練肌肉啊 就是讓你衝量練大 可是練大也是有個上限 所以當你練到上限的時候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肌肉猛男對不對 還有肌肉猛女也可以對不對 那再來你還可以怎樣去改進你的 你的攻擊的力道啊 就是速度 了解嗎 所以你看到像他剛剛 他這個攻擊 其實你好像是很壯 可是你可以看他肌肉其實 雖然是有肌肉很壯 可是呢 他比起很多真正的 比如像什麼 什麼阿諾啊 或者什麼那種健美先生 他肌肉其實沒有那麼多 他靠的是什麼 你再看一下 他靠的是速度 看到沒有 有沒有 他要用高速攝影機 才抓到那個速度有沒有 當你速度夠的時候 你的力就很大 所以為什麼要分那麼遠 公尺那麼遠 有沒有看到 這是第一個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他在講武學的一件事情 所以第二個你猜看 為什麼他跟黑人擋 你看啊 為什麼黑人擋不住 有沒有 他特別要講的事情是什麼 速度 有沒有 所以什麼 天下武功怎麼樣 怎麼樣是最那個的 微快不破對不對 快就可以把你的衝量 換成實質的什麼 力量的 這樣了解嗎 那當然其實他們在練武的時候 他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在打架的時候 不是說要鼓勵頭在打架 你打架你瞄準的目標 要瞄準哪裡 你不是瞄準 比如說這個人在我面前 你不是瞄準他的 什麼 不是瞄準他的 這個皮膚這個表面喔 你是要瞄準他什麼 很多在武學裡 瞄準的是 你一個拳頭 進到他身體的那個地方 這個叫做所謂靜 為什麼叫做靜 力是打到表面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靜是怎麼樣 你在做的時候呢 你預估你拳頭的終點 是在什麼 他的體內 這樣子你才可以 利用他的身體的慣性 怎麼樣 阻擋你的拳頭前進 這樣你的時間就會說得更短 這樣了解嗎 我打不是這樣子打對不對 其實在打架 然後討厭這樣打 對不對 是不是 你正在打的時候是 你想像你的拳頭 是要打在那個牆壁裡面 所以你打下去的時候 你就不會保留 那當然你肌肉骨肌要夠好 對不對 打下去的時候呢 透過人家的質量阻擋你 你的DARP才會短 這樣打起來才會痛 所以力跟勁是一樣的 原因是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充量 充量用途就在這個地方 好OK 那當然 這個剛剛講的是一個 呃 一個什麼 一個單一的一次的衝擊 那其實這個後面 我們後面在氣體動力會講到 那我們現在有下面看 現在假設你有一堆連續的拋體 往牆壁丟 對 一直丟 那現在假設我連續有N個拋體 對不對 然後呢 去丟它的時候呢 你就會 丟它的時候打到牆壁當位底下來嘛 對不對 就會造成一個動量改變DARP 那現在有N個 所以呢 我的動量改變量就會怎麼樣 會寫成負的NDARP 為什麼是負的 因為一開始有速度 後面沒有速度 後期的錢就會得到一個鋪號嘛 對不對 所以我真正平均能力是什麼 J3DT 那把上面帶下來 就會到這樣一個式子 好 那這樣一個式子 假設我今天 例子打到就停下來了 沒有速度了 那我得到DETAV 就是負V而已 對不對 如果打下去還彈回來呢 就會得到負2V 會得到負2V 好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怎麼樣 當然 回到剛剛講 剛剛講那個骨功 當然不需要彈回來 因為彈回來裡面好像反正自己 反而會受傷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個看你的這個反彈的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停下來就是負V 反彈完全用等速度呢 就是負2V 好 好 那假設N 剛剛講的是N N個這個物質去撞的話 NN我們可以用大N去表示的話 那剛剛那樣的式子呢 我們一個牆壁所受到的平均力 就是N DETAV除以DETAT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法去估算很多東西囉 好 那比如說像下面這一個 你們以前有學過氣體動力論嗎 有嗎 不知道 不然的話 你課王器人文 喔 氣體動力論它怎麼解釋壓力這件事情 它用的就是牛頓力學 對不對 它說一個例子 一個空氣分子撞到牆壁彈回來嘛 對不對 就提供你的壓力嘛 好 然後這張圖呢 這個後來就說 來 它說假設今天有一個例子這樣打到牆壁彈回去 彈回去 那它想要問的是什麼呢 A小題 第一個 它沿著X方向的動量 是增加減少還是不變 沿著X方向 例子這樣撞過來 沿著X方向的動量是增加減少還是不變 沿著X方向它其實是不變的嘛 對不對 那沿著Y方向呢 增加減少還是不變 不是講錯了 是正負還是不變 還是0 沿著Y方向的話是這樣子 所以Y方向是這樣子 所以呢 它只能改變這樣 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它沿著正的方向改變嘛 是不是 好 所以最後ΔP的方向是哪裡 剛剛講的X方向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X方向嘛對不對 對不對 X方向不變 前後不變嘛 對不對 Y方向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最後總的ΔP 注意是ΔP喔 不是P喔 P當然是兩個相加嘛 對不對 ΔP呢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樣 朝上 朝上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好 那我們這裡喔 就要特點一下 所謂的線動量守恆啦 好 假設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 衝量為0 就是說它這個 連打P等於0的話呢 那我的P呢 就會維持什麼 維持一個常數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 在一個封閉的一個 固定系統裡頭 動量呢 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換句話說 假設沒有萬億中在系統 在這個 指點系統裡頭的話呢 那我整個 指點系統裡頭的 線動量呢 它 就不會發生難免 就是它會守恆 所以這叫做 所謂的線動量守恆定律 那動量守恆在所有物理系統 一定OK 能量守恆就不一定喔 或是說 廣一的來說能量守恆 所有系統也是一樣 只是我們一般講的 能量守恆是指說 可使用的能量要守恆 好 那但是呢 動量守恆是不管在哪個體系統 它一定要符合這件事情的 因為動量守恆 動量守恆跟我們的牛頓第三針有關 作用力反作用力 其實就是跟動量守恆有關的一件事情 好 OK 所以 我們這條一個分量 如果沒有萬億作用的情況下呢 那它的這個 跌的那個方向的這個整個動量 它就不會造成改變 好 那注意到喔 動量跟能量兩個千萬不要去搞混了 千萬不要搞混了 好 那這裡頭還有一個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check point 它說 假設有一個靜子的這個裝置 它放在什麼呢 放在沒有摩擦力的地板上 然後呢 它這個爆炸變成兩塊了 那 那 這兩塊呢 因為在乳摩它有 因為爆炸 所以它就會滑過地板 然後其中一塊呢 是往正的方向 它想要問 請問一下這個爆炸之後呢 兩者加起來的總動量會是多少 第一個 原來靜子放在地板 對不對 那爆炸之後呢 總動量是多少 本來靜子我的動量就是0啊 所以爆炸之後應該還是0啊 對不對 A小題 那B小題呢 問你說 請問一下第二塊 會不會往X方向移動 如果第一塊往X方向移動 第二塊會往X方向移動 應該不會嘛 要-X方向移動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答案 很快的一個簡單題目 好 然後再來我們再來看 動量跟動能 在碰撞的過程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我們先來看碰撞的類型 碰撞你們高中學過吧 有沒有 有啦 碰撞有三種類型嘛 對不對 一個叫什麼 完全彈性碰撞 對不對 一個是非彈性碰撞 還有那種完全非彈性碰撞 有三種嘛 對不對 所以彈性碰撞的話呢 我會講喔 我的動能前後不變 對不對 一般的情況 大部分的情況還可以適用 日常生活的情況 然後在這次碰撞 當然有些能量會不見 比如說你車子對撞 有些能量變成車子的什麼 潰縮的這個能量 對不對 好 那非彈性碰撞呢 有些能量就不見了 就確實不見了 那第三個就完全非彈性碰撞 就是東西怎麼樣 stick together 就黏在一起 stick是黏住的意思 就東西黏在一起了 好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很多的動呢 就不見了 那我們以為的情況來看 假設呢 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彈性碰撞的話 那你的能量不一定守恒 可是你動量必須要守恒 因為我前面講的 動量守恒定律 在什麼地方都要成立 所以呢 我們一看起來要兩顆粒子 它的質量是m1 m2 初處是m1i跟m2i 那碰撞完之後 它要有默數 默動量合 所以m1 v1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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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這是變彈性碰撞 那如果是完全變彈性碰撞呢 完全變彈性碰撞呢 完全變彈性碰撞 假設一顆一開始的時候 一個是禁止的話 那我們這樣撞過啦 一開始之後 整個系統只有一個東西 提供動量 就是m1 v1 對不對 碰撞和兩顆粘連在一起 用同一個輸入移動 所以會選擇m1 m2 b 好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呢 我們假設 這樣的一個碰撞 不管是什麼碰撞 彈性非彈性 完全非彈性 你的直心呢 在碰撞前後呢 它都不會發生改變 它怎麼動就怎麼動 所以以直量圖來看 這是粒子1 粒子2是靜子2 1撞到的時候呢 它一動的時候直心就開始 一直往前進 碰到的時候呢 直心 兩個物體互相疊合 碰完之後呢 繼續一起往前進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直心速度 就可以開始 總值量 上面是總動量 對不對 就是總值量 所以p除以m 就是你的直心速度 好 這應該沒有問題啦 這個學過了 好我們來看喔 假設粒子1跟粒子2兩個呢 發生了 在一尾器中發生一個什麼 completely indelastic collision 就是完全非彈性碰撞 他現在在問喔 那在碰撞前後呢 我們的動量會怎麼變 如果一開始粒子1的動量是10 後面是0 第二個呢 一開始是10 後面是4 第三個呢 一開始是10 後面是v4 所以碰撞前後 我們的動量變化應該是多少 第一個兩個箱減是10嘛 第二個兩個箱減是6嘛 第二個兩個箱減是10嘛 第二個兩個箱減是14嘛 第三個兩個箱減是6 因為總和 不管碰撞前碰撞後 應該都要不變 對不對 所以我給你這三個數字 你都把它加起來就對了 好 那我要講一個很有名的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叫衝擊百 好 為什麼叫做衝擊百呢 在1742年的時候 有沒有去投過棒球嗎 有沒有 有沒有投過棒球 有嗎 去大五格丟這個棒球啊 我們這邊好像不能丟對不對 以前有那個測速槍你知道嗎 你可以丟球 他告訴你投球的球速 好 那你現在可以想問一個問題啊 問一個問題啊 1742年那時候 那時候正是世界正在 不是世界大戰喔 但是當時呢 正是很多殖民跟戰爭的時候啊 戰爭就會用到槍 那你怎麼知道你研發的槍 比如說你槍要 子彈要射圓 你是不是射速就要快 對不對 那槍要射圓 你還有很多奇怪怪的設計嘛 對不對 好 那你怎麼知道 你改進的槍 它的速度變快了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以前沒有射速槍 怎麼 雷射射速槍 雷射還是上個世紀 1996幾年才開始發明的 對不對 那1742年 如果你回到這個時代 你怎麼知道一個東西的速度是多少 怎麼做 不知道怎麼做嘛 所以呢 這時候牛頓地卷又發揮了作用 你們在玩任何遊戲升級的時候 科技的進步 就會帶動你的技術的進步嘛 對不對 你知道牛頓地卷 你就可以解決了問題 這個你自己在家裡都給自己做 好 1742年 班傑尼羅賓 他發 他這個怎麼樣 他發明了一種很聰明的裝置 叫做pholistic pendulum 就是所謂的這個衝擊法 或是彈道法 他可以用來量什麼呢 量你的bullet 就是所謂的子彈的速度 那假設我們今天呢 他怎麼樣的 這個擺好不好 一個東西跳著一個 簡單講就是一個繩子 掉一個沙包啦 子彈打進去 他就會往上擺動 往上擺動 由這樣子擺動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知道子彈的速度 好 所以呢 假設子彈是時刻 這個子彈的速度是u 這是我們要求的 那今天這一個沙包呢 他質量是2公斤 劃在這邊鏡子的 好 那今天這個子彈打過他 打到他這裡頭呢 他行的完全沒什麼地方 就只要embedded 就是他就直入在裡面了 好 那這個擺呢 就往上爬高了h這個高度 那當然這裡高一點公分 好 所以你怎麼樣由這個高度去告訴你子彈的速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問你多少的熱能不見 這個是一個很經典的題目啦 當然很多那種考譜物也會 也會是這樣的一個很棒的一個題目 好 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怎麼做這件事情 首先我們能夠知道的是什麼 我們能夠知道第一個 我們的總動量要守恆嘛 對不對 總動量要守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總動量只有誰提高 子彈乘上子彈的速度 MU嘛 對不對 後面呢 因為它是完全非彈性碰到 所以這個子彈就直入裡面 所以兩個加起來的質量 乘上什麼 一起的速度V嘛 對不對 U是子彈的速度 V是兩個結合的速度嘛 所以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最後的這個整個擺移動的速度 是大M加小M分之MU 這是第一個 就是這整個疫情的速度喔 第二個它可以爬多高 它爬的高度啊 MGH 就是大M加小M分之MGH 就是整個位能嘛 會等於它現在這整個擺的洞 對不對 已經結合在一起了擺的洞 就等於二分之一的 兩者相加 還有剛剛算出來速度零方 好 這樣子呢 把M跟M消掉 這一個喔 這一個跟這個消掉 對不對 把二乘過來 然後開根號 所以跟它2GH 對不對 再把這一個導數過來 我就得到U 就是你的子彈的速度 就相當於什麼 子彈的速度相當於 大M加小M 所以其實你不用去買投球機啊 你就做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掛一個籃子 你知道這樣怎樣的人 球丟下去 這個籃子擺多高 你自己這邊可以做刻度嘛 做球速的刻度嘛 對不對 你自己就知道你投球的球速啦 就這麼簡單 了解嗎 你要設定一個東西 拋出去的速度 假設你們以前做什麼水火箭 做什麼東西 想要知道那個速度啊 不是要用側速槍梁嗎 對不對 古代那種東西 對不對 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 由高度就換速度嘛 所以 速度正比什麼 根號H的高度啊 所以你這邊畫的刻度 大概是根號的那個尺度 有沒有 由高度告訴你速度 這樣解決意思嗎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失去多少能量呢 那就很簡單啊 一開始的動能是 2分之1小MU平方嘛 對不對 後面的動能是這一塊嘛 兩者相減就是你產生的熱量 對不對 所以這個減這個 就是我的答案嘛 所以這個發明很聰明啊 在沒有側速槍之前 這些槍套的發明啊 這個方法 幫助了非常多的什麼 武器研發啦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齁 當然這個題目有變形喔 知道嗎 這題目有變形齁 什麼樣變形 子彈後來越來越強了 穿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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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第一個題目了 差不多一個第一個題目 你們自己回去想一想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來趕快看喔 再來彈性碰撞 一個系統的彈性碰撞是怎麼樣子 好 假設我們這是完全彈性碰撞的話呢 那它的動能 動能也要守恆 動量要守恆 動能也要守恆 那如果兩者都守恆的話 好